真让董吕辉的股权超过云俊红 他就快乐了吗 我看未必吧 孙中旭被免职 董吕辉以高级合伙人的身份重回直播间 东方甄选的股价开始回暖 经过一个周末呀 小作文事件终于迎来了 看起来非常圆满的大街均 相信今天晚上 东方甄选的直播间 又会迎来一个可怕的流量高峰 不过昨天啊 罗老师抛出了高级合伙人士虚名之说 在我看来仅这个话题 罗老师抛出来呢 更多是为了自己 其实啊如果真的为董吕辉好 这个话题呢 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渠道 私底下联系到董吕辉 偷偷传授经验 现在这么一说呢 又带出了新的节奏 而且啊 还要让东方甄选 每个人心里又出现了新的个影 你说今天晚上呢 直播间会不会网友们一上来就刷评论 哎你们东方甄选到底给董吕辉多少股权啊 而且对于现在东方甄选来说 即便是让董吕辉的股权超过云永红 对董吕辉来说未必是好事吧 观众喜欢董吕辉的原因呢 更多是因为看到了打工人在社会上的拼搏 得到了理想中的回报 而且呢 在当下复杂的社会中 董吕辉也展现出了一份难能可怪的单纯 让董吕辉做好自己擅长的事 得到一份足够让自己满意的薪水 以及在单位得到足够的重视 其实啊 远比逼迫他去趟资本这趟浑水要好多了